与个瓜地奥拉在曼城拿到欧冠 并完成三冠王后是足球较量够他 瓜地奥拉是不是足球较量的够他 是啊 因为穆里尼奥已经不行过时了 过劲了 他那套什么这个防反打法呀 毫无观众性 踢下来呢 看起来又苦躁又乏味 这就是穆里尼奥 但是瓜地奥拉呢 首先一点 瓜地奥拉和穆里尼奥 他俩被誉为最近二十年 足坛教练领域的绝对双奥 但是穆里尼奥明显已经掉队了 而且职业赛场之上的成就 穆里尼奥向来都是落后瓜地奥拉的 当年巴刹连续独冠 那不就是瓜地奥拉 他指挥指向取得的极高团队成绩 所以瓜地奥拉 他现在呀 已经双霸了 最近二十年的足坛 在教练领域没有人比他的历史地位更高 你发现历史的话瓜地奥拉 那也不逊色于任何一个古早的教头 尤其考虑到瓜地奥拉 他的传控足球呢 也算是挖起了新时代的足球风潮 因为足球啊 他跟篮球有一大区分 足球呢 他的体系的构筑者呀 教练得占据不少功劳 你比如说 梅西他确实当年率领巴刹的传控足球 打出了一片天地 也让自己呢 成功晋升为历史第一球啊 但是呢 在他背后啊 其实也有重要的瓜地奥拉 他为巴上那样一种 华丽的足球风格呢 注入的属于他 作为一个教练的智慧 因为足球是多人运动 真正的多人运动 这是一个 十一对十一的 大型团体球的运动 在这里边 教练的智慧啊 你是不能忽视的 所以瓜地奥拉 对于足坛 兴起的传统足球啊 起到了非常自观重要的作用 你比如说 在篮球领域小球时代 我们知道是斯文库里 一手掀机的 史蒂布科尔呢 他因为是篮球比赛 科尔这种教练呢 他发挥的作用就非常有限 当然在足球领域呢 你得说 甚至可以这么讲 是辽梅喜和瓜地奥拉 师徒联手掀起了传控足球 所以瓜地奥拉 差不多是历史足球教练的够他了 够这个名号 去的都是顶级队啊 顶级队 那你换个教练 你能达成类似成就吗 不一定吧 那顶级队呢 之前 乃志球队还顶级队呢 在长那伙儿 大方干迪 直教的还顶级队呢 他不也没行吗 战绩这个屡屡颓废 禅师菲尔杰逊 在他之前 斯科特是不是也直教顶级队啊 那不也顶级队吗 那最终为什么捋到捋外呢 所以你顶级队躲了 布拉特之前直教 是不是顶级队 那不战绩也不好吗 所以你顶级队呢 顶级队不代表 每个教练直教顶级队 都能夺得冠军 你比如说老李福斯 直教的还顶级队呢 你看他是不是坑直别度呢 他不是坑直别度吗 你再看当年奥尔巴赫呢 直教队也是顶级队吧 连续脑冠军 不一样 顶级队也得有顶级大厨 顶级师储 你比如说顶级队 我给你龙虾鲍鱼 你给我炒一堂满汉全席啊 你会吗 你说一般厨的 一般厨来 他能干到这活吗 必须得是国厌级别的大厨 才能给你操作这些 精美的高将师储 是不是这道理呢 你顶级队 你厨的不也得是顶级厨的吗 所以这瓜条拉也是顶级厨的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